純手工製作的餅皮加入獨家配方的北海岸布拉肥末及海藻粉 再包入酸甜土鳳梨肉 这是基隆于系列月饼之一的海藻布拉肥鳳梨酥 另一款肉松蛋黄酥则是融合起司的餅皮 包裹由红豆沙泥、肉腐及宜蘭三星咸牙蛋黄组成的内餡 涂上蛋液后送进烤箱烘烤 这是基隆这一家五星饭店最新推出的基隆于系列月饼 均裂的饼皮与传统月饼差异极大 而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做成像基隆于层层叠叠叠小丘般的菠萝饼皮 已经有数十年经验的副主厨游永安说 研发过程一改再改极具挑战性 就是说有点类似像基隆于一样这样子不规则这样子而成 那它的食材里面有带了海洋元素、海藻还有乌拉肥在里面 困难度的地方一般人制作饼皮的话都是采取光滑面 可是我在采取的制作过程我又想到一种饼皮 就有点像菠萝面包一样的造型 可是它的菠萝面包的造型让它有一个不规则的样子 它揉捏上就是要轻拍打 去把它打出筋之后再把它揉捏出来 那有点规则感 内线方面也非常用心打破传统月饼的做法 就是希望带给消费者丰富多层次的好味道 这两个味道的话就是说 一个是海洋元素的问题 海洋元素它本身就偏咸嘛 咸中我们要带一点酸 酸咸酸咸这样吃起来 口感这样不会说让人家吃起来 会有点层次感这样子 蛋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采取这块皮 它的内线是乌豆沙加肉脯 可是最主要强调说 我们用的是宜然在地的那鲜鸭蛋 它腌制而成的 吃起来口感 吃起来口感就是 咸香咸香这样子 从基隆著名经典发想的创意月饼 一推出就获得不少抛客抢先体验 酥脆有层次的饼皮 其多种滋味融合的内线很获好评 这一次的月饼它的口感非常特别 尤其是在它那种类似小山丘 基隆鱼的外表之下 你吃起来会有一种菠萝的酥脆感 那吃过的民众都觉得 这个酥脆的口感跟以往不同 那以往是层层包覆的饼皮 那这一次是咬下去它会有一种脆感 会觉得饼皮它似乎有一些奥妙 那甚至像基隆鱼的凤梨酥 它其实是有海藻 然后也有布拉皮这些的成分在里面 让人家吃到基隆的更多的海味 那吃过的民众都觉得 有一种咸甜咸甜的感觉 多种层次很美妙 另一款饭店长年热销的绿豆碰 今年在饼皮上也采取不同做法 展现新风味 绿豆铺路的饼皮 今年采取的话 我们就有点 饼皮跟人家以往会不一样 我们采取就是有点 跟一般台式的做法会有点差别在 我们采取做法用法式的做法 法式做法加了少许的香草籽在里面 吃起来口感它有点微甜这样 带里面它也让你感觉上 它的饼皮有点一颗一颗的 它不是沙子 它是香草籽酱 由于这一系列月饼都是采取 手工制作数量有限 因此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在疫情逐渐和缓下 让您在中秋佳节与亲友 一起品尝创新好滋味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